当再次翻起乒乓外交那时的老照片 50年前的那段历史也一同被拾起 近日 乒乓外交亲历者 乒乓球世界冠军郑敏之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 用老照片作为线索 向记者回忆了50年前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时刻 过去是我们从乒乓球率先开始的 乒乓球率先以后 它就突破了乒乓球以外的 像体育 体操 篮球 排球这些交流 从体育交流在高科技 文化艺术 很多方面的工业 农业 我觉得应该多元化交流 因为世界是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交流是不能断的 我相信美国人民也愿意是这样的 1971年4月10号 美国乒乓球队顺利抵达北京 推开了两国尘封多年的交往大门 而在此之前 1971年3月到4月在日本名古屋 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则为中美关系突破尖兵提供了意外机会 1971年那我就知道 那个后来报纸上登了 就是庄泽东他送给跟科恩交换礼物 因为我们是分开的 男队的一辆车车 女队的一辆车车 那么庄泽东在那个汽车上 就是科恩偶然地跳上那个车 那么后来我听说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举动 我认为这是有 我们在比赛之前 三次一届的比赛之前 是那周总理跟我们 做了很多的教育的 他就提出有一第一比赛第二的教导 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次年 乒乓外交进入第二阶段 中国乒乓球队访美 郑敏之作为当年访问美国的 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之一 至今对飞机落地美国后的 一幕幕场景印象深刻 下飞机以后 他们非常的彬彬有礼 也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热情 真诚一边握手 你好 你好 或者一句英文叫Welcome 那么这两句话交叉用 欢迎 欢迎 然后还有很多看到一些美籍华人 他们都很激动 他们眼泪都流出来了 他说 哎哟 祖国亲人来了 祖国亲人 我们没看到 就是我已经被这个氛围干燃了 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第一站 来到了密歇根州底特律时 郑敏之介绍 在底特律 他们参观了当地的汽车制造厂 美国工厂现代化的设备 也给他带来极大震撼 在美期间 中国乒乓球队还到访白宫 斯坦福大学等地 过程中 处处能感受到美国民众的友好 热情 太需要交流了 人民之间 我们这种隔阂完全应该解除 非常好 言语不痛 但是很热情 打完球以后大家拥抱 言语不太痛 但是呢 他们陪同我们 一路陪同我们的时候 总是拉着我们的手 是吧 或者用一种手势的暗语啊 如今 人文交流已成为中美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回忆起乒乓外交的那段历史 郑敏之也期盼着中美关系回到正轨 从现在来讲平安外交 我觉得这个民间外交是主流 民间外交就是用我们运动员 用我们人民的友谊 去拓展世界和平的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我觉得历史潮流不能阻挡的 因为中美两个大国是世界上是有影响的 应该要发展 时间跨过半个世纪 郑敏之对当年的回忆 现在化作了家中珍藏的各式老照片 每拿起一张老照片 就有一个发生在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故事 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好 希望他们健健康康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这一段友谊的 眼前的老人如是说 你一个人好期待 你到这一段友谊的戏 你自己肯定了吗 我有一段友谊的心呢 你最重要的吗 我们都不信心